哈喽大家好,我是Jerry 今天我会和大家一起制作黑椒鸡排 首先准备一块去骨鸡腿肉 去除掉多余的筋骨和脂肪 鸡精粉半汤匙 少许鱼露 一点点的橄榄油 还有沙拉月的黑椒粉 用手搅拌均匀 然后腌制30分钟 接下来帮马铃薯去皮 然后切块 把蒜米切碎备用 把洋葱也切碎备用 就这样我们的备料就完成了 开始准备黑椒酱汁 先加入牛油一大汤匙 可以加入少许橄榄油以避免牛油胶 放入洋葱 然后炒到看起来透明为止 加入蒜米 稍微的爆一爆香 不要炒太久 加入主角黑椒粉一大汤匙 加入一汤匙面粉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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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搅拌一下 加入开水 加入半汤匙的鸡精粉 以及少量的马来西亚黑酱油来调色 如果觉得太干可以再加入水 继续搅拌 最后放一汤匙糖 继续搅拌到水滚就完成了 在水里面加入少许盐来酸烫马铃薯 将马铃薯捞起备用 放入油 少许盐 把油烧热 放入刚切好的马铃薯 给它时间让它炸一炸 撒上少许的胡椒粉让它天真香气 翻去另外一面让它炸一炸 最后加入少许蒜末来天真香味 在蒜米浇之前 沥干备用 慢慢的放入腌制好的鸡肉 用中火慢慢煎几分钟 检查看看到浇黄色后 翻去另外一面继续煎 当两边都是浇黄色 就是好了 最后摆盘时 把黑胶质淋上鸡排完成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 还有分享哦 在烹调过程中有什么心得 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修理解写 00 点子 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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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